《經濟日報》今早的推介是中國旅業2600 簡選原因是資源價格持續向好 以各金屬來看LME同價 LME的旅價是觸及2008年以來的最高點 最新是每噸3197美元的水平 內地方面Win的數據顯示 內地11月旗旅的最新是每噸24695元人民幣 持續創出新高 中國旅業受惠旅價向好 盈利增長持續值得看好 中旅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長超過85倍 達到30億8千萬元人民幣 旅價持續向上 中旅全年的盈利增長勢頭加快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中旅2021年盈利預料是69億4千萬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超過8倍 2021至2023年的盈利複合年增長率 超過78% 中旅昨日收報5.81元 升超過7% 策略上投資者可以在5.5以下吸納 目標是看前浪頂大約7.5元 而想aire5.81元便要減少 標和支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